他用这样子的论述 第一 他把和平的责任 隐隐然地甩锅给中国大陆 第二 他要刻意地营造出来 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 是对等的国与国的关系 是一个基本新两国论的论述 所以我们必须讲 这就是他的话语的技巧 你乍看之下 乍听之下 你会觉得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尤其在台湾社会里面 一般的民众 如果不了解赖清德用心的险恶 他很容易就会堕入这个圈套里面 但是我们必须讲 他真正的用意是在后面 他要去创造 塑造出来 国与国关系的 这一种阴谋轨迹 他要选择性地去论述 来更进一步巩固 他自己的权力技术 所以LINE的早一点 事实上是很明显 他在巩固他的支持者 然后他想在2026年的地方选举 攻城列地 接着巩固他自己 2028年的连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金刚才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金刚才发生 什么时候 这条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金刚才发生